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云林一带以温往事栽种瓜果的农民是损失惨重 因为正要采收的瓜果一遇到雨水就容易裂开 甜度也跟着降低 像是谷根乡一味瓜农 它的损失就高达五成以上 真的是应验了看天吃饭这一句话 而目前这些裂开的瓜果 它也将加工制成果干 避免食物被白白浪费了 已走进瓜果园虽然看到瓜果的食物量不少 但是在雨水的影响下品质是降低很多 农民热红亮表示以它的园区来讲 损失就达到五成以上 最关键的半个月刚好下了十天的雨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下雨之后 瓜类的本来它吸水性就很强 然后所以这次的瓜的损失应该还蛮严重的 虽然看起来都好好的 但是其实那个品质都不够好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太敢出货 尽管我们有设施 我们做离地还是都会影响到 这用有自己方式来追踪瓜果的亮红亮 除了有梅隆瓜外 从两年前也开始种这很有古早味的黄色香瓜 叫黄色香瓜的味道很甜度 也让一些人是很怀念 因为在市面上已经很难看到了 这因为雨水影响裂开的瓜果 农民也用加工干燥的方式做成天然的水果干 农民软鱼西表示 这水果干是一种人跟动物可以一起分享的食物 这因为雨水影响裂开的瓜果 就是动物们可以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东西 那我们人吃起来很健康 那宠物吃起来也是非常健康 所以我们几乎呢 就是那个有一点点裂掉 或者是就算是没有裂 那我们觉得它可能品质没有达到我们出货要求 我们就会把它拿去做夹工 既黄色的香瓜吃起来虽然甜度没有梅浓瓜的高 但是很有正康的概念 廖宏亮表示 这期的黄色香瓜数量已经不多 若是想要品尝这传统味道的民众 就要等到下一季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 记者王真心云林采访报道